20号 乌林 29号 习军 3号 梅春辉 我是守卫院 2号 所有的碰撞 落法人员 零眼零击 你看现在我们这些 球员在场上都六十多岁了 你能明显地看出来 他有战术品牌的 因为我小时候就化冰 11岁的时候 开始到十安海学习比赛 第一次去参加全国比赛 一身红色的是新的队伏 在胸前有北京两个字 当时首都体育馆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室内冰厂 就在一上场的一刹 确实觉得挺自豪的 我当年用的一套护具就是我们的老球员传下来的 这件球衣很有纪念意义 1981年 世界冰球飞幅锦标赛在北京能够举行 1981年赢下了区亚历之后 成功地冲入了B组 当时很多看球的大学生就在首都体育馆外 喊出了振兴中华 包括像我太太 很久很久以后 她才知道我会打冰球 2015年我们深奥成功之前 有一次我去国贸 忽然发现那儿有一个冰厂 就特别兴奋 我就租了一个冰鞋上去划冰厂 当时还摔得几脚 摔得好疼 不久就我们有老队友们就开始串联了 我第一次穿上护具的时候 我真的掉下来了 为了纪念 把这个队友定下来叫北京197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冬奥会很快就结束 春季之后我们这一帮老头啊 冰球梦啊 是不会结束的 光线不好 英雄勇敢 哦